那這一件是敗訴 這件敗訴 但是呢至少我們確定一個原則 就是說財政部的立場 對於說當時候轉帳波用 給國民黨當作國民黨的胆產的 這部分有問題 所以我們認定說 站在捍衛國家財產的一個立場 我們認為這一件有提起訴訟的一個必要 在當時是做出了這樣一個決定 對吧 是的 是我們依照監察院 90年4月的調查報告 因為他請行政院要積極的清查做處理 所以是延續這個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做後續的處理的 那我想要 那問請教一下副署長 如果有五家戲院 有五家戲院 那為什麼當時候就新世界已經敗訴了 其他四家我們就主動認為說 也一樣會敗訴 所以我們就不要再起訴了 有這樣的理由嗎 因為這五家戲院 他取得的歷程 跟新世界一樣都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這個新世界戲院結果判決結果是認為 即使在訓政時期 他認為國民政府最高國防委員會 和那個行政總統公署 他都有這個權力來做 做這個部位 所以認定國民黨當時 所以你認為說 因為這五家 五家戲院的取得的狀況是一樣的 那既然新世界已經敗訴了 那基於說 可能在這個敗訴的理由 會有類似計劃力的效果 所以其他四家也無庸再起訴 這個是財政部的立場嗎 是我們那時候的考量結果 那我們請行政院 因為今天交通部沒有來 我們請行政院法規會主委 劉主委 劉主委你好 劉主委你好 我剛剛跟財政部 我問的就是說 關於說 我們國民黨膽產有這五家戲院 這個我們政府的立場認為說 當時候轉帳不用是 是有問題的 這部分應該是屬於國家的財產 不應該把它定義叫做國民黨的膽產 所以財政部去起訴 還有四家我們就這樣把它漏掉了 那如果說這個理論是對的 在當時財政部是 財政部處理的是戲院 交通部處理的是中廣公司 中廣公司的這個放送台 這個放送台呢 在我們北部巴黎 那在花蓮也有 在彰化芬園也有 在板橋也有 那在我們嘉義民雄也有 有五個 這五個中 也有轉帳不用的 也有是過去直接接收的 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在這五件 我跟我們 主委請教 在這五件中 是不是有部分也是敗訴 也有部分是敗訴 抱歉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問題 我並沒有實際的參與到 沒有參與 那我們就請秘書長回答好了 請秘書長 不好意思 除了加義民雄敗訴其他 這個訴訟過程我並不了解 秘書長也不了解訴訟過程 所以我大概跟秘書長報告 這五件中 有兩件 就是在彰化芬園 那以及板橋 是三審交通部勝訴 那花蓮的 以及這個巴黎案 在二審勝訴 後來國民黨沒有上訴 所以也是定業 目前敗訴的 就只有嘉義民雄廠 所以在交通部的這五件案件中 等於是四勝一敗 四勝一敗 那站在這樣的一個立場中 如果交通部可以就這五件他們 他們堅持他們的立場 縱使敗訴 其中 花蓮這一件是一審敗訴 二審勝訴 如果交通部可以維持這樣的一個立場 他們堅持捍衛 捍衛國家的財產 不能輕易的變成國民黨的膽產 那為什麼財政部不能採取同樣的立場呢 他這五件裡面 從財政部提供的資料 就是剛剛正如你講的 有一件是敗訴 就嘉義縣民雄鄉這個土地是敗訴 其他的都是釋訴 其他的都是釋訴 這個都已經定業了 都定業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我覺得交通部 在這五件中立場是很清楚嘛 五件中一樣是轉戰波用喔 五件中 事件最後勝訴幫國家追回財產 只有一件敗訴 這個敗訴的理由 基本上如果你拿那事件勝訴的 來的判決 最高法院定業的判決來說 那一件敗訴的 我認為立場也未必是百分之百的 站得住腳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 為什麼財政部我們 沒辦法繼續捍衛呢 為什麼我們財政部 就指新世界要起訴 其他的這四家戲院 我們就不試試看 試試看會怎樣嗎 就是定業了不是嗎 對定業了 我想因為我跟委員剛剛報告過 因為或許交通部那個 他那個大概有兩大列 對其中板橋花蓮祭市是屬於當初是 中廣接收放送協會的財產 另外那個三個案 包括嘉義民雄是 那時候貴列是中廣運用政府預算購置 對 所以這兩個列別 其實跟那個中影公司得到那個幾個戲院 是不同的情形 但是 就我們訴訟標記來看 我們那個五家戲院 包含新世界戲院是同一個屬性 取得時間 時間點都是一樣 都是在訓政實習取得 所以我們認為 交通部的也有轉帳波用 交通部的也有一件事轉帳波用 不要刻意把那一件排除掉 那件是勝訴已經取回了 我們沒有是各於排除 我們只是說 可是也是有嘛 五家戲院跟新世界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對 有中廣去 用這個財產去購買的 但是也有一件事轉帳波用 這一件是取回的 如果是同樣一個狀況之下 好 那個財政部可以請回 那秘書長 是 秘書長我舉出了 財政部跟交通部在處理這個檔產 他們有截然不同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只是要凸顯讓秘書長知道 從早上國民黨就一直在強調說 轉型正義的問題 國民黨黨產的問題 已經歷經了兩次的政黨輪替 在每一次的政黨輪替都有處理 但是事實上 事實上 沒有處理 沒有積極處理 如果沒有 你沒有處理的話 可以繼續處理 可以繼續處理 如果你有 可以提出法律訴訟 該做的 我覺得 如果 因為他一樣是在黨國不分 國民黨把中管公司 中管公司在過去 就叫做附水組織 這樣的一個中管公司 把國家的財產 接收了日據時代的廣播電台 最後變成中管公司 繼續擁有 如果交通部認為這樣的一個立場 我們應該要去起訴的立場是不變的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法律 來把這樣訴訟中有輸有贏 而且這個訴訟曠日費時 的一個狀況來做一個徹底的解決 民主黨你認為 站在這樣的立場是沒有錯的嗎 是有錯的嗎 我沒有說有錯 沒有說有錯 如果說有 如果涉及到這種爭執的話 不經過法院 來判決 用行政機關大概很難去處理 行政調查 很難處理 所以行政調查真的是很難處理 很難處理 對 所以我們今天在成立的這個 促轉的一個委員會 我們認為說這個委員會把它架構 它是一個獨立的委員會 我們甚至賦予它 能夠有部分的調查權 然後讓它可以去做暫時的保全證據 那民主黨你還會堅持 你們的立場說這樣是違憲嗎 還是 我沒有說違憲 你沒有堅持 我從早上到現在沒有說違憲 你會附和向國民黨 不斷的用違憲 這兩個字把它扣在 促轉委員會上面嗎 我在行政院立場一直認為 設立一個獨立機關 在行政院裡面來處理這件事情 他是有違 徵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的意志 那個精神 你現在已經有三個獨立機關 而且法律已經明定了 你現在再增加第四個機關 而且這個這個原來法定定的時候 他也是依照徵修條文的精神來定的 你今天除了你把它修正 乾脆你把它修正 各級機關組織基準法嘛 如果你修正那個然後來處理 那你可以增加一個獨立機關 那這樣的話合法性可能就夠了 所以你是站在說 你認為組織的 就是說你認為編制上 這個地方就有意義了 你是站在組織的一個 那如果你認為說成立機關 都是違憲的 那過去 沒有說違憲 我一直沒有 我還沒有 那到底是怎樣 對 我跟你講 就是我今天所報告的資料裡面 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要成立一個獨立機關 然後呢 這個要 又要 他已經超越了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你要排除這些的適用 跟原來 憲法徵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的規定的 精神意志是不符的 那事實上你要處理這些 也不見得有獨立機關 你可以用一個 臨編的特任務編組的方法去處理嗎 如果你認為臨時的一個任務編組 那我們促轉會 在第 我們的這個條例 在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他直接規定說 我們這一個任務編組就是以兩年 如果有必要的時候 再由行政院長提出計畫後 再在做延期延長 每次以一年為限 他也是獨立機關 對 那所以這樣也是一個臨時性的一個任務編組 他不算是臨時編組 他是 他是一個 設置機關獨立機關的形式 他不是一般的臨時